嘿大家好我是Shamnag 叫我Amo或Emo 那今天呢要來講一下情人節專武喔 那在講情人節專武之前呢 我要先特別提一下 最近有很多人來詢問說 客總的專武啊 或者是公主佩可 就是FES的鋼彈佩可呢 呃 是怎麼樣的角色 怎麼樣的能力 那這個部分呢 我必須要等到 SONET的發出公告有確定說 台版什麼時候開的時候呢 我才會在頻道做比較詳細的公告 那現階段呢 就只要知道客總的專武很強 然後公主佩可相對沒有這麼強 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先來講情人節專武吧 情人節專武預計在台版是6月15號的下午4點會開放喔 那那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情人節的淨流 跟這個情人節的併交呢 升上專武 那升上專武之後會有什麼改變 我們就一隻一隻來看 所以先來看到情節的部分喔 情節的專武能力追加是血量物防跟回復量上升 那回復量上升是相對比較重要一點的數值喔 畢竟情節這個角色如果他補得過 角色不會倒的話 他是一個物語隊非常強勢的補師 但他缺點就在於說 補量稍微有這麼一點點不足 所以如果他補不過 角色會倒的話 你就會需要去放其他的補師 像可可蘿或是之後的六星優衣 才有辦法讓你的陣容站得住嘛 那這個回復量上升就可以讓情節這個角色 可以上場的出場率會提升 所以這一個專武升滿是還不錯的 可以讓情節補血的補量變得多一點 那我們再來講到一劑的部分喔 一劑原本的效果呢 是範圍的回血然後回復TP 那這一個範圍的回血跟回TP是會吃UB的喔 就是有UB的時候他才會是範圍的 沒有UB的時候會是單體的這個樣子 那專武之後的效果呢 這個回血跟回TP是一樣的 只是回復的量變多 那他額外還會再增加一個增加全體物理攻擊力的效果 就變成說比起原本的版本呢 他對於物理隊的向性又更好了 他不只可以補TP補血 然後還可以去增加這個全隊的物攻 在物理隊來說可以達到的效益是蠻好的 那情節這個角色基本上他就是聯盟戰使用啦 除了聯盟戰以外的地方 你不太會用到這個角色 所以如果你是專職於聯盟戰的玩家的話 這一次的復刻池這個情節的池呢 我還是蠻推薦可以抽到的 那至少呢在上個月喔 就是5月的日版聯盟戰呢 也是有看到情節的使用的 也就是說對於台版來說 未來的4個月5個月左右呢 情節這個角色他都是有出場的空間的 那很多人有疑問的是公主的可可蘿 或不會去壓迫到這個情節的空間喔 其實是有可能的啦 畢竟說雖然兩隻角色的相性不太一樣 但是他們都會是輔助類型的角色喔 那side game如果說 在這一個月日版的聯盟戰中 有針對公主可可蘿去做球 把Boss做成比較適合使用公主可可蘿的狀態的話呢 就有可能會壓迫到這個情節的生存空間 這是有可能的 但是目前的話狀況還不明朗也不確定 那這個我之後會再拍一集這個未來式閒聊 跟大家講一下 畢竟這一個專武介紹的系列 我還是希望留給說比較確定的 然後比較準確的訊息這樣子 那目前可以確定的是說 看日版的狀況喔 一直到5月的日版聯盟戰 都是有使用情節這個角色的 不管是3階段還是4階段 在物理隊來說的表現都還算不錯 畢竟補TP的效果是很好的嘛 然後又有多了這個加物攻的效果在使用上還是很棒的 所以說如果你是專職聯盟戰的玩家的話呢 這個角色我很推薦抽到 那星數跟專武的部分的話 3星專滿應該就可以了 目前可以先這個樣子 之後再看情況要不要升星啦這樣 那再來就是這個情人節併交喔 情人節併交呢是活動農道的角色 其實一星角可以在活動農道碎片的這一種 所以要等月中的活動復刻之後呢 才有辦法拿到這個角色 那專武的能力追加是物攻、物爆跟TP上升 以物理輸出的角色來說算是給蠻好的能力的 那原本的一技呢是單體傷害 並且有血量越少越痛的效果 上了專武之後呢 這個單體的傷害跟血量越少越痛的效果呢 都會有係數的增長 並且額外再增加這個暴擊傷害4倍的效果 有點像鏡華的冰墜那個樣子 那情人節併交這個角色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純粹的物理輸出角 然後並且呢有血量越少傷害越高的效果 有一點像聖誕的伊莉亞那樣子的感覺 但是比起聖誕伊莉亞他的局面呢 就是他的使用環境又更加的局限了一點點 就目前看日版未來的情況來說 情人節併交這隻角色我只看過一兩次出場吧 而且出場的時候傷害也不算真的非常的高 沒有那種突破性的逆天傷害 畢竟這幾個月我們還是有新年凱流嘛 那你真的想要突破性的逆天傷害的時候 你就會使用新年凱流 那物理的陣容呢 你就算不用琴幣 其實傷害也還是OK啦 你想要用情人節併交打出真的非常高的傷害的話 你就會比較精細的手動軸 然後會有一些RNG的部分是稍微比較麻煩的 就有一點像物理版本的聖誕伊莉亞 但是又比聖誕伊莉亞還要更難用一點點 因為站位啊等等的原因 然後還有其他的物理角色的原因喔 畢竟聖誕伊莉亞他是站在前衛嘛 他跟其他的法師是不一樣的 法師大部分都是站在中後衛 所以他有這個獨特性存在 但是情人病的話就沒有 物理隊的角色全部都是前衛 他的站位並沒有這個突破性的特別的地方喔 然後再加上說物理隊之後的通膨喔 包括說這個專武的克總啊 然後六星的破曉之星啊等等的 都在物理隊上聯盟戰來說 有絕對的非要性的成長喔 那情病這個角色在這邊也就被比下去了 所以綜合來說 你如果還沒有情病這個角色的話 我個人認為喔在活動農到三星 然後看一下劇情拿一下寶石就是很OK的了 好啦以上呢就是跟大家介紹了一下 這個情人傑出的這兩隻角色啦 那綜合來說呢 情解這個角色如果你是會重視聯盟戰的話 我還是很推薦可以抽到可以取得的 那情人傑並交的話呢 就在活動打到三星就可以了 畢竟他不是非常的強勢 大概就這個樣子啦 那最後呢再重申一下喔 專武的克總還有公主佩可呢 是要等到Soulnet正式發公告 確認說台版什麼時候開 我才會開始製作這個介紹的影片好不好 畢竟呢就對他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嘛 那我要看到公告才打算要做 我也被他贏過滿多次了這樣子 好那總之呢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可以幫助大家更了解 情人傑的專武是怎麼回事 那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